说到军队的调动权,古往近来都是很多人会莫如生的话题,而且一直是古代的帝王,都非常重视第一个权力,而众所周知的就是古代调动军队的一个必要东西就是虎福。 而今天要给大家说的就是我国谁才有军队调动权,国防部长都没权力,只有他才能动,那么他究竟是谁呢?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,大家都知道,我国有着差不多250万的限制军人,一旦要是战争来临,他们就要随时待命,而且我们国家是军政分离的,就算你是省委书记,没有得到命令, 连一个兵的兵力都无法调动,而很多人相当然的认为国防部是为了我国的国防力量而成立的部门,所以国防部长一定可以调动军队,但是事实上就连国防部长都没有资格次次调动军队,那么究竟是谁才可调动军队呢? 首先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军队,在军队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所有的士兵都是属于国家的,所有的裂兵,军权,机械装备,甚至是每一颗子弹都会被记录在册,目前来说我国最主要的军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,准军社力量的武装警察, 还有预备役,冥兵等等都属于是我国的军事力量,而很多人很疑惑,警察也算是军队吗? 他们严格来说不是军队,但是都属于我国的国防力量的一部分,所以正是因为我们的国家有着形形色色的军事力量,所以我们的国家才可以这么的安定,繁荣, 而大家都知道,国防部有着国防力量,那么国防部长是不是就有着军队的调动权呢?答案是不一定的,其实国防部严格来说,还是属于市政府部门,而在军队中有着严格的管理制度,从最低的班长到最高的军委主席,一级一级的递增,最后的军队调动权力,都集中在了中央军委,虽然国防部长也有着上将军衔, 但是最后还是归属于中央军委,所以还是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力,而且有实力证明,国防部在战争的时候,主要的工作就是组织国防动员,后勤补给工作,而最后的军队的调动,必须要由军委主席的授权,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吧,不管你的官职多高,要想调动军队,必须要由军委主席的授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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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